大家好,是队 今天就没的圈黄铃尔风 一载207版的时光 就说这次还是有镇天成对着萧春群 镇天成开场选出了一个猴子 我们来看萧春群怎么打他 利安娜空中首先被搞了个两连撞 突然暴走砍了半管血 这么厉害的吗 开场就这么激情满满啊 来看猴子稳住 利安娜先进一步狂攻 路途市场快快进去闪身 利安娜暴走以后是跳不起来的 但是这个伤害是非常爆表啊 炸到周旧压制猴子又懵了 手刀切一下 开始闪身猴子进行个暴击 利安娜继续一步狂攻 让猴子飞不起来啊 对这个速度绝对可以让他飞不起来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镇天成的游历 看游历有没有系列的操作 哎,亲手亲手亲手 看利安娜又直接砍了半管血 暴走一下 进攻进攻手刀 看来还是用这种超快的速度征服对手 来看他能否成功 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想打一个激情局 但是这一波的话没有稳住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笑证权 他第二个角色 板气凉 板气凉还是这么激情满满吗 这次兄妹大战哦 跑到反射位 但是还是被投 游历向前一波进攻 开BC BC开闪一后 开BC 圣龙带着确认 但仍然被板气凉搞到一套 BC连 圣龙确认搞一个龙虎乱舞 送他上天 哎,21连稳住 游历这次有机位哦 打起哥哥来是毫不手软 然而板气凉打起妹妹来更是激情满满 下盘两点 接龙虎乱舞空了 游历上去给他一个隐藏 还用隐藏将对手收掉哦 真是稀罐啊 接着看第四局 第四局看笑证权的最后一个角色 哎,看他的游历 这次有得拼了 一样的角色 对不一样的味道 开BC 但是没有连上 快信了 看游历向前一波进攻 说我现在一个隐藏开了过去 但是这个样接着接不到的 反而被肖春拳搞了一下子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战天成能不能再搞他一下子 看战天成下一局是K49 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呀 特别是他这招武功手当年的话也是非常好用 哎,开起来刺 开起来一个BC BC过后再次 哇 这样居然连上了 但是没有连上啊 两次失误中间中断一下也连上了 中间空头 板面跳队对手再次起跳 游历前跑下这种机会开BC 一脚踢开上隐藏 肖春拳也要秀 18连一点血 哎,刺起来之后又开BC K49还是把它拿下了 大家来一部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